花蓮县议会保安小组为了解花蓮县境内处于处理去化的执行情况 近日特地前往凤林环保科技园区 多位议员在听取厂商的简报后 对日前该案的处于去化量能给予厂商的肯定 并表示希望更专业化的技术以及协助 可以有效地解决花蓮地区的处于量 花蓮县环保科技园区长期以来争议不断 目前是花蓮县处于去化最终的处理场地 并且今年度也对外招商 其中有六大区域将作为电力储存场地 对此花蓮县议会保安小组特地进行实地的考察 随着时间的推进到了111年的时候 它其实就发生了去年的那个处于天坑的案件 那当然现在还在调查中 那所以但那个案件之后 其实大家就觉得那厨余到底是来这边进入高效能 厨余处理机到底有没有产生一个绿循环 那后来是确定是没有了 那所以到现在就是他们后来这一次的厂商 我们来看他到底怎么做 那这次厂商我们给予非常大的肯定 他确实在各方面的角度 易太肥固太肥 他的生产的动线说明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们期待厨余真正的能够变成黄金 这样花莲的厨余有路可去 那再来就谈到这个环境环科的这块土地 在去年也就是真的真的招租出去了 那去年其实在这个议事厅上有很大的争议 就是他放宽了这个招租的条件 就是他用了20年 就是你来厂商来提案来租 那我就租你20年 而且可以延长20年 所以等于40年的就把这块地租给了厂商 那当时在议会有很多的讨论 因为我们不能够帮下任的县长决定了40年的命运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 但是我们还是通过 还是很希望看到环科有更好的发展 在环保局的简报之后 也听取今年委外经营厂商 在六大区域将建置储能设备 为增益多年的环保科技研区 闲置空间的增益问题 获得有效的解决 那另外针对他的经营费用 他是自付盈亏 那德标的厂商 必须要在委托机管理的五年内 五年内他要投资三亿 那目前呢 10月19 在去年10月19 他们已经缴纳了130万多的权利金 那今年的权利金 他们也已经缴交完成 10月5号就是签约来管理这整个园区 22公期 那最主要我们管理的范围 刚刚科长大概有报道过 那我们现在目前量一到量四 就是现在目前看到都是空地 目前我们公司的规划 是要做除能设施 那另外那六间厂房 那主要就是针对那七大产业 那七大产业目前有一些厂商 是有陆陆续续过来看 那我们现在目前还在评估当中 那至于除能设施 我们公司已经向台电有申请 那五月中的时候 台电也有过来看 看我们那个会线的那个线路 所以目前人在审查当中 花莲县制府在2011年启动活化之后 经过多年来招商流标 最后也只能设置厨余去化厂 来逐步活化园区 而今年有绿能公司进驻之后 未来将朝向除能设备提供台电电力 保安小组成员期盼在今年能够看到业者相关设备的进驻 让环保科技研区能够更绿能更科技 记者凌杰 风铃阵采访报道